音乐 这个叫做 以前我们禅宗的时候叫唯心宗 唯心宗就是禅宗 禅宗就是唯心宗 只是講心兒 所以當初梁武帝 遇到達摩祖師的時候 梁武帝講 我在江南一帶 他是建督在南京 就是健康 梁武帝是建督在健康 江南我建了多少次 供養生人 有數千數萬人 寺廟建得非常的堂房 非常的漂亮 我也好正是說 供了佛塔 建了佛塔 建了寺廟 養了那麼多的出家人 印了那麼多的經典 問梁武帝說 梁武帝問達摩祖師 說我的功德如何 達摩悔達 沒有功德 為什麼講 明明見識 供養生人 達摩祖師 為甚麼達摩祖師 為甚麼達沒有功德 達摩祖師 為心中 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 為心中 只是講你 你,外表上所做,只是你的福報,你的心中的燈,並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心燈沒有發揮出來。 真正有功德,就是把你的心光給他展現,心燈給他點燃,你自然能夠成就。 這樣有了解嗎? 我們每一個人,大部分來講,都喜新厭舊,也喜歡新的。 不喜歡舊這種習性。 這個光明,不是新的,也不是舊的。 光明來自於你自己。 沒有人能夠給你光明,給你加持啊,或者根本上是給你加持。 不過是讓你,這個好像打棒球啊,打棒球一樣,給你加持,就是那一陣風,吹那個球,吹得更遠。 只是這樣子而已。 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打球的人,還是你自己。 所以有沒有修行? 看你自己心中的燈。 錢財是沒有用的。 跟大家講的。 佛對於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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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對於錢財市。 全力的權利益問題的,是嗎? 触能量luk的派對於錢財。 你美財、現在的天財老是台灣的。 这样听得懂吗 师尊感觉到 有新灯堂 真的是有新灯 这里佛菩萨非常的壮严 一片祥和之趣 一片祥和之趣 大家在这里同修 守住身口意的清静 人人成佛,各个成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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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